喵 喵 嘿 大家好 我是啾啾鞋 那麼歡迎今天的特別來賓 黑家家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黑家家 對 大家看到標題就知道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下棋啦 那其實呢 我本人也算是 會一點點的圍棋喔 就小時候呢 看麒麟網 欸 黑家家 你也是看 對 我也看麒麟網 當初也是看麒麟網 所以就入坑了對不對 對 當初看麒麟網 那麼想要當職業騎士 這就是天分的差異 然後當時呢 我就是看麒麟網 然後很熱喜 然後我就去下圍棋 結果下了大概兩年之後 有一次我就跟 欸 兩年很久耶 對 兩年很久 然後就想說 喔 自己好像有點失戀嘛 然後我就跟我妹妹的同學 一個幼稚園的小朋友 然後就跟他對譯 然後就輸到 輸到脫褲 我就覺得 嗯 這個東西呢 圍棋啊 好 那其實 講到圍棋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是不是就是一對一 然後這樣下 然後都很安靜的沉默這樣 但其實圍棋也有人在比混霜 對 其實混霜賽還蠻常見的 就是我其實比過很多次混霜賽 應該有二十幾次的混霜賽 二十幾次的混霜賽 對對對 每年都是有固定 有四屆混霜賽 那你覺得混霜 比較有趣的地方是哪裡 混霜比較有趣的地方是 就是兩個人的默契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就會出現一些 很懸疑的案子 就是無法理解 這是怎麼組合在一起 就是這四手棋看起來非常的 不合理 莫名其妙 對對對 就是看得出來好像 應該不是就是兩個人下的 感覺很多人在下 下火雙的時候 跟自己的隊友 是也不能講話的嗎 是全部不能講話 都不能講話 而且假如去洗手間的話 只能一個人去 對對對 不能在裡面穿功這樣子 不能同時去洗手間 了解 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來 挑戰下微棋的混霜 沒錯 就是等一下我下一首 然後現在再下一首 那我們要去網路上 找一些網友來跟他們對戰這樣 看他們會不會覺得 奇怪 這個人下棋 一手下的很好 一手下的很奇怪 好 那我們馬上開始吧 現在 對方已經下了 對 我們是拿白棋 我們是拿白棋 對 那我先下吧 好 你先下 好 我先下 一百分 一百分一百分 這個下腥味 基本 對 看得出來是 有練過的 沒有 第一手天眼 你是第一次就是下和雙嗎 對 我從來沒有下過和雙這種 我覺得這個好怪 那我覺得我們今天會贏 真的嗎 你看這一手你就覺得會贏了 對方這麼積極主動進攻什麼 開局下載五路還滿小見的 這顆我不想理他 貼那麼近幹嘛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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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方很積極 對阿 我們有沒有看到這個 剛開局就貼這麼近了 對 不管 給它藏過去 補一下 小飛對不對 對 小飛 還是記得一些專業術名 其實昨天有偷偷在查一下 哇 對手真的很猛 好積極進攻 對 積極進攻 擋一下 跟我想的一樣 真的嗎 跟我想的一樣 唉這個 哇 等一下 我覺得你有點沈沈欲動 你在幹嘛 現在是我的回合 現在是我的回合 但是我的回合 如果下這邊 它就會 下這邊 不會下那邊 它會下那邊 它再下這邊的話 這個就 叫吃了 不管啦 我就下這個啦 交給你了 把爛攤子丟給你休息 下得好 下得好 喔 對方也陷入了一個沉思喔 但其實現在黑琦 應該只有兩個選項 因為這三個只有一定的 好 所以它要馬蹄 要馬牆 那 嗯 嗯 我覺得你很想 沒有沒有 很想插手 沒有沒有 好 那我下這裡 下得好 下得好 這是客氣的下得好 還是真的下得好 喔 漂亮喔 目前整盤都下來非常好 欸 英雄所見烈頭 這樣我們就把腳起掉 這樣等於就是說 右下腳這一塊 我們就已經囊中物了 現在黑琦應該要想辦法 發展中間 對 如果是我的話 我現在應該會想要去其他地方 對 找點機會 他找這個邊 我覺得這邊我們要進去的 機會也不大 所以我來 這邊好了 你真的很厲害 真的嗎 這個是OK的嗎 對 因為現在就這盤其實就剩下 最後這一個 上邊這個邊 對 因為我就想說那邊好像比較少 對 下這個邊 比較少戰鬥 跟邰哥比起來算是 都下了吧 對 你好像 不是你好像 你比邰哥厲害 初學者很容易犯了一個錯誤 是把旗子就是全部都 黏在一起 對方想要貼著我 那我壓他一下好了 唉唷 沒有評語喔 這是有點鳥 還好還好 但我只是對這個黑棋有點好奇 哇 你往右邊這樣子進去喔 嗯 我沒想要在右邊做火 哇 對方這樣子一來 是想把我切斷是不是 應該是 可是我如果下這邊會被他切走 我如果下這顆他再把我切斷 我就這邊就會送他 可是我如果下這邊的話 我這個就孤立無遠了 嗯 嗯 好難抉擇啊 好啦 我先跳一個 哇 直接長驅直入了 往底下做火 因為我是想說 有沒有辦法把右邊跟中間的連在一起 但因為現在好像沒有那麼好的連 就是像這種比較細節的地方 我就會下得有點猶豫 就是現在有點偏快要進入戰鬥的一個狀態 對對對 這種細節的地方做的 因為戰鬥的時候選擇就會很多 就是你有可能 有很多地方可以斷 或者是很多地方可以斷 擦那一手 你可能就是會 那一塊整個死掉了 對對對 我把它擋斷 跳得好 真的嗎 這是OK的 唉唷 對手也蠻厲害的 嗯 哇 你鐵心要在那一條裡面做活 你有參加過夜雨比賽 有一次 然後也是第一輪就輸了 這也是輸給一個小學二年級的小朋友 你記得你是參加什麼主編 他是分什麼嘉一餅 對嘉一餅定什麼 對對對 餅喔 紅姐 嘉一餅 他剛剛下這裡 我現在吃這個好像意義不大 好 我沒有偷看 我沒有偷看的反應 好 我現在就有了 那你第一次下夜雨比賽 就拿到冠軍嗎 沒有 第一次下夜雨比賽 好像拿了亞軍 喔 對 你第一次下的是什麼時候 很小 七歲嗎 六七歲 六七歲的時候 那時候你的棋力大概是多少 應該非常的弱 因為我一直覺得棋力 其實鑑定這種東西好像真的很難 很精確地去講這個道理 對 我覺得有點難 因為每個教室其實對幾位的判定 對 會有點不太一樣 那你覺得你的下棋的棋風算是怎麼樣 我覺得我算是非常穩健 因為特別是女棋手其實是比較好讚的 喔 真的嗎 但女棋手一般普遍來講是非常 一言不合就貼上去這樣 對對對 就打起來 哇 欸 好 他感覺是想要把中間這塊 綁起來 嗯 可是我如果只是在這邊發展 感覺我就只有這樣子 感覺我這邊貼上去的話 好像也沒有什麼附近的棋 可以來援助我 好 上好了 我覺得這個戰術非常的奇怪 好像是我下棋很感覺 好像戰鬥局面之後有關擺 就是從哪邊斷 從哪邊打吃 對 從這個時候開始就是發現大家的話 都會慢慢變少 開局的時候就說 喔 我要是下棋上棋 這種時候就是會一直要往下推算說 就是你下這首之後 對方可能會怎麼下 還要再算一算隊友會怎麼下 喔 對 喔 滿多秒 開始倒數了 嚇回跳 好像沒開聲音 對方感覺想要把它下面串出去 我剛剛是有想說為什麼要下這附近 因為那顆其實 這顆紙其實還蠻重要 所以這顆紙還是應該要救 還是要救 那顆紙應該算起筋 所以是一定要救的 算什麼 起筋 不能死掉 筋骨的那個筋 對對對 起筋 你有學過門峰嗎 門峰 你是在提示我嗎 暗示 暗示 好 我先把這個斷掉 不然我怕它等一下就從這邊連過來 然後全部連下去 這樣每次下這種就是連在一起 然後一直連過去 我就覺得說這個好像是很爛的下方 高手不是應該就是要稍微跳一下 分一下這樣 所以有些起行真的是沒有辦法 自己在那邊黏的時候 會覺得好low的感覺 我剛剛想的是這個 我覺得其實差不多意思 就是要把這邊包住的意思 其實包補住 包補住 我們要棄著 這個妳要棄掉了 可以這麼直接講出來嗎 哈哈哈哈 太怕它起跳 打怕死 讀秒真的是會讓人很緊張的 很緊張 對啊 特別是我們比賽通常都是很久 比方說我們前面都是三個小時 然後突然間妳就進入到一個三十秒 那中間可以暫停 然後去思考 讀秒的話有一次暫停的機會可以去洗手間 但不能暫停思考 可是在洗手間思考也是思考 對對對 但妳就是要沒有棄盤的自己思考 唉唷 有點難 猶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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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下這個是 黑旗有讓五木板的嗎 現在是貼六木板 現在的規則都已經改六木板 對現在 對 改六木板 我們這裡可以連好 再連一下 這裡不走的話它可以幫我們擠斷 我們說不走的話 我現在已經走了 我們這個叫覆盤 對對對 這個叫覆盤 盤中覆盤 差不多快要進入收關節段 好像沒有什麼可開發的土地了 對 這個大關 包這邊的土地 對對對 就這樣大 對因為我想說我怕等一下對方如果進來的話 這一塊就會變成熬走 嗯 它下的這個也滿大 等一下這個 這個有點突然 很怪耶 可是我覺得好像這樣才能把它擋住 總算跟我想的一樣 我已經很好 好幾手沒有跟你想的一樣了 有點糟糕 就是它那手旗下的滿好 這手旗下的滿好 對 它剛剛整個點進來嚇到 我們現在這個階段就是把一些 應該算是確定雙方的控 就是把一些邊邊角角補齊 該切的把它切齊 其實我覺得收關是一個很難的階段 因為你必須很準確的算出來 就是這一手它也夠有幾目 就是你下這邊你可以多討到一些 對…你可以讓對方減少目或者是 讓自己增加目 可是我們這邊是不是掛掉了 還沒 我再算就是 因為這四顆子一共是八目 所以我比八目大的一盒 到這邊算好 這樣就會吃掉了 這樣它吃掉就是八目 如果能走到比八目大的起 就沒有什麼關係 現在有… 等一下 你這樣有牙眼大 所以你覺得這一塊是比較… 這塊比八目來得大 就我們破它超過八目 這塊起本來好像應該是有 差不多十九目 然後現在應該是剩八目左右 就是以這邊來算的話 哇我們把它削弱這麼多 所以這邊應該十一目的意思 它都有突然一手就是 插到你的領土裡面的重擊 我覺得剛剛底下這手真的是蠻厲害的 剛剛這一顆我覺得有點漫畫感 整隻一手的感覺 有…有這種感覺 有…有這種感覺 這個下這邊跟下這邊差別不大 沒有…你下的位置就好 我下這個 不然那顆紙會被吃掉 現在基本上就剩下 一二三目的起 看我能不能發現三目的地方 對 這是三目的地方 欸真的嗎 很漂亮喔 好漂亮喔 黑的一八五黑七四分之三只剩 四分之三只剩是什麼意思 所以說是輸半目的概念 這個是已經把那個讓的六目半 對…會把六目半 對…也有加回去 對… 然後我們還是說半目 對… 好啦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剛剛下的如何 我們來稍微復盤一下 跟大家解釋一下什麼是復盤 復盤就是把剛剛那盤起呢 就是重新再擺一遍然後進行檢討 復期啊 對… 嗯… 對類似的 好然後這盤起我們是直白起 開局 這一手超怪的啊 對就是很少人會把 旗子這麼早的時候下在五路 我們通常都是三路或者是四路 其實我覺得前面我們還滿好的 就是前面我們把這個腳吃掉 就這裡全部都是… 這邊守住了 對白起的孔 然後白起拆邊 嗯我覺得這手起得下得很好 就是現在這是最後一條比較寬的邊了 這手五下的 對… 我們現在黑旗碰上來 這個是合理的旗嗎 還是你覺得乖乖的 有一點過分其實我覺得 有點過分 對我覺得… 你還要怎樣 這邊這個時候 下一手是換五下嗎 對… 這個時間點我覺得真的是很難 對對對 因為等於說已經進入一個公殺的狀態 對… 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把這兩顆子吃掉 我們可以利用門封 這兩顆其實我覺得還滿重要 就是它應該有點類似於奇蹟 不過把它吃掉的話價值是很大的 我這邊是把帳不要下來嗎 嗯對就是免得它像死戰兵這樣出來 喔那個太誇張了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把子就是死掉是沒有關係 主要是看它的價值有多大 像這樣它是三顆子沒有很大 我們就可以讓它死掉 很無情 紙全部都是拿來利用的 當它們沒有價值的時候 就可以跟他們說再見了 掰掰 然後… 海蕭其實… 喔這個這裡有點厲害 繩子一手 這個真的是繩子一手 這手真的很厲害 這手好像真的沒有辦法 我們只能好像往後退 那大家有沒有發覺一個滿奇怪的現象 就是我們講到這個黑旗呢 它有時候下的旗好像很怪 可是又有繩子一手 對對對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黑旗的對手 其實也是一個雙打組合 它是非常厲害的職業騎士 蕭鎮浩老師 對蕭鎮浩老師是職業九段 然後生涯有拿過大概二十幾個冠軍 非常厲害的一位選手 對 然後她搭檔領位初學者 但我還是覺得蕭老師應該還是給了不少幫助 所以… 所以妳有感覺到說就是 欸 怎麼連續兩期都是好期 對對對 當出現了連續兩手都殺得很好的時候 這時候就有一種… 嗯… 好 那佳佳我們剛剛這樣嚇下來 妳覺得我們的默契算好嗎 我覺得還不錯耶 只有到可能進入公殺的部分 但因為公殺部分本身就很複雜 然後其實我一邊在下也需要一邊不斷的去思考 然後她的選擇性又很多 對 所以妳剛剛看到到盤中的時候 殺得很兇的時候 我們兩個人話都變超少的 那妳剛剛這樣子嚇完之後 覺得我的騎力大概可以算嗎 我覺得其實應該有五級左右 五級嗎 真的嗎 妳的每一個強項跟弱項的 好像區別會稍微比較大 像我覺得妳布局非常的強 我覺得可能不止五級 喔 真的嗎 那其實講到圍棋喔 就是近幾年發展的最厲害的就是 AI的下棋嘛 對 比如說妳第一次看到那個 AlphaGo 她跟韓國的李士時下棋的時候 把她幹掉之後妳有什麼心得嗎 其實在下之前所有的職業騎士都認為 李士時九段一定會贏 就是從來沒有人想過她會輸 因為我以前其實也跟電腦下過 然後當時讓電腦可以讓到兩三顆左右 所以我覺得差距其實是還蠻大的 到後來呢 其實妳們學會接納了AI很強這件事情 妳們會跟比如說AI一起合作 去想出新的一種走法嗎 大家比較現在比較長就是拿AI來復盤 AI下棋也有 但大部分人都不會在重要比賽前跟AI下棋 因為會非常打擊信心 真的喔 對會嚴重打擊信心 現在AI大概可以讓人讓到兩顆子 對所以已經不是一個 這個情況已經完全倒出來 已經不是讓先了 已經是兩顆子了 哇 而且兩顆子只有頂尖高手有機會贏 這樣子圍棋一路這樣走 如果說回到當初妳沒有看到麒麟王那部動漫的話 那妳覺得妳現在會做什麼樣的職業嗎 我小的時候大概從四十歲開始學體操 然後那時候想要當體操學生 想當體操學生 那時候小時候想要當體操學生 然後是直到就是我姐姐從平衡幕上面摔下來 然後骨折 然後媽媽就不准我們 不准妳的 後來我又當了一段時間的游泳選手 然後那時候也有想要當真正的游泳選手 直到再後來去了美國之後 就開始比較認真的在念書 對 然後我在美國的時候跑去考職業騎士 然後考上 那當時如果沒有考上的話 我覺得我可能去學室內設計吧 最近我在市民設計這塊還滿感興趣的 哇妳這從小學才藝有點多啊 哇那妳有學音樂嗎 音樂小時候有學過當琴跟琵琶 琵琶? 對對對琵琶現在還有再繼續 我學直底啊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齁 跟我一起 學校是不是有這樣子 就直底啊直底對這樣子 喔直底對 對專業的專業的 直… 一般的概念 對就是妳吹起來會有這種律動的 對就是妳吹起來會有這種律動的 因為其實我已經有小孩了 對然後我想說給小孩子學一些才藝 學微棋好像不錯 那妳覺得小孩子學微棋有沒有什麼 培養她哪方面的一些興趣或者是對她有什麼好處 我覺得其實大家應該都知道 學微棋可以很好的就是培養小孩子的耐心跟專注力 還有邏輯思維 那我覺得除了這些以外 我覺得也可以很好的培養她的就是遇到挫折的能力 喔對 對因為妳不可能就是永遠都贏 就是一定會有輸有贏 然後所以妳就是要提早去接受就是學習面對輸的這個心態 還有一個我覺得很重要是獨立思考的能力 因為妳在下棋的時候就是沒有人能夠幫得了妳 對 妳要自己下自盤棋 所以妳要自己去思考說那我應該要下你 沒有辦法去問爸爸媽說我現在應該要怎麼辦 跑去旁邊 爸爸我們就要下棋了 對而且妳爸爸可能還不如妳 對有可能喔 那最近是不是有開設一個新的線章課程 對就是我現在最近上線了一個黑家家圍棋教室 那這堂課主要是針對就是零基礎的初學者 讓大家可以在30天內 然後每天只要10分鐘就可以學會圍棋 就是說放影片而已嗎還是有什麼 那個影片其實是一個互動式的影片 就是影片我講完一個知識點之後呢 它會有個題目這樣彈出來 對然後妳可以在上面點妳覺得正確的答案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像互動軟體這樣子的概念 對對對就是妳可以現場就是作答 作答之外有沒有老師可以幫妳講解 也會有四堂的直播客就是來幫大家 辟息這些內容 學維琴最重要的還是需要去下棋訓練 所以APP裡面也會有就是可以跟AI對應 或者是跟人對應 跟AI對應會不會等一下有信心崩壞 那個AI會跟著妳的起立去做調整 AI會很溫柔的 對但如果不喜歡跟AI對應的話 也可以當然可以跟人對應 然後 所以也會有同學跟你一起互動 對會有同學會一班大概20個人做 所以你們這個像是一期一期然後分班 這樣子上課這樣也很了解 然後裡面也會有每天有作業 喔對還有作業 對會有作業 當然作業不做也可以啦 不做也可以 但如果想要真的學得好的話 建議大家還是做作業 還是要認真啦 對還是要認真 好那今天非常謝謝黑家家來跟我們一起下這個雙打圍棋啊 也真的是 讓我有機會可以體驗一下跟高手一起下棋 跟高手對應的感覺 非常不錯 好再次謝謝黑家家謝謝 好那喜歡影片的話記得按個讚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我確定人家老師有作弊 他現在控制得很好 我感受到了 但他不夠意思啊 他控制得很好 他應該讓我們贏半幕 對啊 可惡 嘿唷 現在下載哈咪VideoApp 訂閱CAT 就可以搶先14天看到我的最新影片啦 趕快就下載喔